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都在關心中美之間 到底有沒有可能爆發軍事衝突 到底可不可能打起來 在上一期的視頻裡面我們就講到了 美軍在7月份這一個月之內 已經在南海舉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而且是實彈演習,中共那邊也採取了應對措施 但是應對措施非常的可笑 他們把自己的艦隊放在中國的內海 海南島的北面,雷州半島的西面來進行演習 根本不敢跟美軍打一個照面,生怕是插槍走火 有一個網友對中共的這種可笑的舉動 就有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 說這個是在被窩裡面捂大刀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說是美軍 現在是不是演習完了之後就會撤走 中共又有機會出來耀武揚威,大家不用擔心 美軍現在在這個地區要保持軍事存在常態化 舉個例子,從7月15號一直到7月27號 這12天之內每一天都連續的有美軍的軍機 在中國沿海地區執行任務,其中有很多次 是離中國的東南沿海非常非常的接近 其中行動最密集的一天是在7月26號 一天有三次任務,早上一次呢 就是他們派了一架電子偵察機到 離浙江、福建沿海只有將近100公里的地方 去進行偵察,偵察完了之後回去了 中午的時候派了一架反潛巡邏機 到離浙江、福建沿海更近的地方 這次只有76.5公里,執行完任務 然後又飛回去了,到了下午的時候 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又派了一架偵察機 電子偵察機,又到那個地方 大概是離中國海岸線100公里左右的地方 再一次進行偵察,一天就有三次 過去大家只聽說過共軍的軍機繞臺 去威脅、去恐嚇台灣人 現在形勢已經完全的翻轉了 現在美軍是軍機繞路、軍機繞中 現在是美軍在這個地方恐嚇威懾中共的軍隊 讓他們不敢亂來 那不僅僅是他們經常在這一代執行任務 他們在這一代軍事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可以說是完全可以有壓倒性的 對中共的這種戰略上的優勢 比如說他們在這個西太平洋地區 從日本一直到南海,一直到新加坡那個地方 現在的這個航空母艦 核動力航空母艦的這個數量是五艘 它不僅僅是一個航空母艦 而是一個航空母艦就是一整個戰鬥群 其中有很多的飛機,也有很多其他的艦艇 那飛機在這個地區 第五代的軍機像F-35就有一百多架 整個的加起來大概是有300多輛飛機 還有幾百輛各種各樣的海軍作戰的艦艇 還有核潛艇 前兩天還傳出來一個消息 就是美軍的四艘核潛艇 現在從他們的基地消失了 就去執行任務去了,派到哪裡執行任務呢? 大家可以想見肯定是派到西太平洋地區 要對中共再次形成,進一步的形成更強大的威脅 那麼面臨美軍的這種壓倒性的優勢 中共現在手上還有沒有什麼排可打呢? 在軍事方面他們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找到美軍的弱點,可以對美國形成一點點反制力呢? 我去請教了一個非常了解軍事的一位朋友 軍事專家,他說現在排已經不多了 常規戰爭那是完全打不過美國 根本沒有可能只要你一出戰全軍覆沒 而且時間會非常的迅速 最多最多也就是一個星期極有可能就是半天一天 看中共他們採取什麼樣的策略而定了 但是現在中共他們認為他們現在還有核武器 這一張牌可以打,那我也請教了這位朋友 這位朋友說現在中共的絕大多數的核武器 根本不能夠叫做牌 現在他們一共有大概是250到300顆左右的核彈頭 胡錫進呢?胡主編不是說過了嗎? 中國我們要是有1000顆核彈頭就好了 如果是打核戰爭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擊敗美國 代序中共的這個少將,著名的鷹派人物 大嘴巴也是說過,說我們打核戰爭的時候 已經做好準備了,西安以東我們都全部放棄了 看你美國敢不敢跟我們這麼拼命 也就是說中國佔中國人口80%以上的地區 我們都不要了,跟你來個玉石俱焚 那這種可能性有沒有呢?這種可能性會不會變成現實呢? 我的這位朋友說,他說根本不可能變為現實 因為現在中共他們的攜帶核彈頭的這些導彈 導彈都是陸基的,絕大部分都是陸基的 有些是從太行山,有些是從秦嶺發出去的 陸基的這些導彈他們要想打到美國的本土 或者是打到美國的幾個盟國,比如像歐洲 那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那麼在他們發射之後 美國的這些雷達系統,比如說像薩德 那馬上就把它偵測到了,一旦偵測到了 那麼美軍他們的防禦系統就會啟動 就可以開始進行攔截,可以把中共的這些核彈頭 把它擊毀在太空之中 去年川普不是還主導成立了美國有一個太空軍嗎? 太空軍是幹什麼的?主要的任務就是攔截這些 通過太空裡面對美國和他的盟國發起進攻的這些武器的 那現在太空軍已經成軍了,他們的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了 所以攔截這些核彈頭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雖然現在還沒有真正的在實戰當中出現過這樣的場景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現在像美國或者是像其他的國家 像美國的盟國發射過核彈頭,發射過這種遠程的導彈 但是他說可以相信美國現在在這方面的技術已經是完全成熟了 要不然的話他現在所有的這些軍事動作 他都不會像現在這麼有底氣,像現在這麼大膽 像現在這樣咄咄逼人的打到中共的門口 他說這一定是他們這個技術已經成熟了 但是現在就只有一個,還有一個可能的漏洞 美軍在盡量的堵,哪一個漏洞呢? 就是中共的核潛艇,核潛艇他們也是可以攜帶核彈頭的 這些核潛艇他們發射的距離,攻擊目標的距離 大概是3000多到4000公里左右,它達不到1萬公里 但是核潛艇它是移動的,它如果是走到了太平洋的中間 走到了離美國本土很近的地方 然後他們再發射這個核彈頭,那個時候攔截起來 可能就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了 可能萬一攔截不住,那麼美國它是承受不了這個打擊的 戴旭說的是對的,中國是可以損失兩億人 但是美國如果是死掉100萬,他們馬上就要停止戰爭 這個戴旭說的是,判斷的是對的 所以現在美國是要盡量的要把這個漏洞堵住 讓你根本沒有辦法用核武器去攻擊100萬人 去殺死100萬人,那現在我們看見了 美軍的好多動作都是針對這個核潛艇的 中共的核潛艇他們有一些基地,在海南島有基地 在舟山群島有基地,據說他們的這個基地 核潛艇的基地是學了俄羅斯 是在海底下挖了隧道,把核潛艇藏在海底隧道裡面 藏在裡面美軍的偵察機 就很難偵察到美國的這些導彈 也不能夠把它擊毀這種方式,但是他們如果是要出來行動的話 那一定會,有一些蛛絲馬跡一定會發出一些信號 被美國可以偵測到的 那麼這一次在7月26號這一次這麼一天三次的 美軍派飛機到浙江、福建沿海去活動 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去偵察中共的核潛艇 他們的這個舉動,早上去了一次 可能就已經發現了有核潛艇活動的跡象 然後他們就派了一架反潛巡邏機到那個地方 到那個潛艇可能出動的地方 到那個地方就是要給他們發出一個警告 如果是你們在繼續活動,那麼我們就有可能要發動攻擊 就有可能要把你擊毀在海底下了 這個信號應當是中共已經收到了 所以他們又回去了,回去了之後美軍還不放心 那麼到下午的時候又派了一架電子偵察機來核潛艇 到底老不老實,到底是不是已經返回基地了 總之就是要把中共的核潛艇完全封鎖在第一島鏈之內 讓它沒有辦法進入太平洋的深海區 進入那個地方可能再去追蹤它 就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了,現在就是這麼一個態勢 現在看起來中共是不太可能通過發動對外戰爭 來轉移國內矛盾了 因為美國政府川普當局現在已經布好了 一個軍事上的陷阱,等著他們跳 一旦他們跳進去了,發動戰爭了 我估計沒有機會活著出來 所以只要他們頭腦稍微清醒一點 你不至於走到這一步,不至於犯下這麼大的大錯 但是他們不能夠對外來進行挑釁 不能在對外採取動作的時候 對內他們還是有一些辦法的 他們不會停止,不會說就此放棄了 採取什麼辦法呢? 現在就是在北京、上海還有一些地區 搞大規模的民眾動員,讓他們幹什麼呢? 防空防止敵人轟炸,在22號、23號 還有7月26號這幾天在北京 就搞了好幾場人民防空演習 就是26號的那天在海淀區還拉響了防空警報了 政府規定一聽到防空警報 所有的人都得服從政府的指揮 進地道的,進地道,撤出城的撤出城 所以現在在北京地區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這種緊張氣氛了,那麼在上海也有類似的這種舉動 在東南沿海地區他們還動員了 所有的這些海空軍退役的人員 要到當地的街道辦事處、局委會 要去報到、要去備案 據說是準備他們隨時再重新被徵召入伍,參加戰鬥 也就是說他們擺出一副架勢,這個大戰就要爆發了 為什麼要搞這些動作呢?大戰是不是真的會爆發呢? 誰都知道,美軍它是不可能主動地攻擊中共 主動地打到,尤其是打到中國的內陸 打到中國陸地上,這種可能性是完全沒有的 那即使是真的打了,他們也只會選擇那些軍事目標來打擊 大家是記得在九十年代的第一次海灣戰爭當中 美軍就已經有了精密製導的炸彈了 他不會去炸平民區 同時美軍對中共的這些軍事布防的這些地點 應當也是摸得一清二楚,這兩個國家畢竟已經交往了 過去交往了三、四十年了 在這三、四十年當中,如果是連他們的軍火庫 連他們部隊駐紮的地方都搞不清楚 那還叫美國的情報系統嗎? 所以說即使是發動了戰爭,普通老百姓 大家大可安心,美軍用他們的精密製導的武器 一定會準確的轟炸中共的軍事目標,不會殃及無辜 那中共搞這麼多的動作,它主要的目標並不是說 讓老百姓能夠在戰爭時期得到安全 而是想挑動老百姓的這種緊張情緒 挑動老百姓的反美情緒 造成一種國內團結一致同仇敵愷的這種氣氛 有這種氣氛了,他才能保他的政權 打美國人打不過,但是我龜縮起來 在國內把14億人團結起來跟美國對抗 讓美國不敢打進來,那我這個政權也很穩啊 就像朝鮮,美國要是想從軍事上消滅他,打敗他 那簡直是不費摧毀之力 但是他們知道美國不能這麼做,美國是民主國家 美國的人民不會允許自己的軍隊去主動的攻擊別的國家 所以中共搞的所有的這些防空演習、備戰 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讓老百姓自己覺得不安全了 所以要跟中共團結起來,要跟美國來對抗 這個策略能不能夠成功呢? 這個策略如果是放在20年以前搞,還有可能成功 現在是完全沒可能了,20年以前大家記得在美國 轟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之後 中國全國各地曾經爆發過一輪的反美浪潮 那當然是中共在後面慫恿的指使的 但是那個時候他還真是慫恿的起來,指使的起來 當時全國各地的那些美國使領館都遭到了 一些中國老百姓的這些憤青的石頭襲擊 損失相當的慘重,現在已經時宜時宜 那種情況再也不會出現了 早在2018年的時候,網易,一個很大的門戶網站 他們就做了一個調查,調查的這個題目是 如果是中美看戰,你願意捐多少 收到了很多網友的神回覆,真是非常的有意思 展示中國民意了 其中有一條,在最上面有一條就是說 我建一千美元捐給美軍 還有的說有錢的就捐錢,沒錢的就帶路 帶路當然是不會給共軍帶路了 共軍在自己的國家路他們當然是熟悉得很 帶路就是說要給美軍帶路,還有的說捐你妹 直接就罵出口了 這是當時在2018年的那個民意的情況 那現在這兩年出去對共產黨不滿的人 就更多了,希望美軍打進去的人 希望給美軍帶路的人那就更多了 在國內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英語學校 外語學校,教外語的 他們的網站裡面就有一句廣告詞 說英語都學不好,將來怎麼樣帶路 這個廣告詞真是太絕妙了 就是說中國的這些年輕人現在想給美軍帶路 想讓中共滅亡這已經成了一個年輕人當中的主流了 現在很多朋友有一種誤解 哎呀,說我周圍的這些人全部都是被中共洗腦了 這是一個錯覺,為什麼是錯覺呢? 第一個是因為你在你的朋友圈裡面看到的 那些發言的人他不是全部,有一些人他對中共有意見 對中共很不滿,但是他不敢在朋友圈裡面表示出來的 而那些對中共比較熱愛的、比較擁護的人 他們敢大膽的、反覆的表現出他們的態度 表現出他們的思想 所以說你感覺好像大家都在支持中共 不是的,絕大多數人他不支持又不滿 但是他不敢說而已 再說還有一些朋友,他們的朋友圈裡面 絕大多數可能就是中共的既得利益階層 這些既得利益階層在過去 他們總是想中共這個政權維持的時間越長越好 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是既得利益階層 李克強都說了,還有6億人月收入 只有1000塊錢左右,那麼那些人你怎麼可能想見 說他是真心實意的在擁護共產黨 只不過是現在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暫時低下頭而已,暫時忍氣吞聲而已 一旦美軍來了,大部分人都會給美軍當帶路黨 帶路黨現在是中國最大的黨 絕對超過共產黨的9200萬人一定會超過的 那為什麼從2000年代初期 一直到現在這20年的時間 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對中共的態度 有這麼天翻地覆的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呢? 在網易的那個民意調查裡面也顯示出一些端利 其中有一個網友說要捐,讓貪官去捐 他們隨便一貪就是一個億,我不捐 那還有一個網友是說 我現在的房貸都沒有辦法還,還要我捐款滾 這就說明老百姓已經意識到了 中共他們無論怎麼樣發展經濟 絕大部分老百姓是撈不到好處的 是分不到這種利益的 因為中共的貪污腐敗極其嚴重 那麼剩下的給老百姓剩下的就很少了 老百姓要滿足衣食住行這些基本的需求 都已經感覺到非常吃力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麼會支持共產黨呢? 所以說共產黨所幻想的軍民一心 團結一致來對抗外敵的那種情形 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了 現在看起來中共想通過對外戰爭 來轉移國內矛盾的這種可能性已經不大了 那麼當這個矛盾無法轉移的時候 它就會被憋在國內,不斷地發酵,不斷地增長 最後來一次總爆發,這個總爆發就是顏色革命 這個顏色革命一爆發了就是老百姓紛紛地走上街頭 現在有這麼多的受災的災民,又得不到救濟的 有這麼多的失業的工人,他們沒有生活來源的 還有這麼多的這些大學畢業生,現在一畢業就失業的 還有各種各樣過去這幾十年當中對中共積累了 很多很多的怨氣和不滿的這些老百姓 利益受到損害尊嚴,受到剝奪的這些老百姓 在這個時候就會一呼百姓,集體地走上街頭 全國範圍內地走上街頭,這個前景是已經確定了 中國的經濟已經徹底的沒有辦法挽救了 就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一定會才來一次脆斷 在這個時候,那就是革命爆發的時候 而這個革命一旦爆發了 那麼就有很多很多的改變中國的機會 所以那些想給美軍當帶路黨的朋友 大家機會比較小 但是在這次革命當中做領路人的機會 那是相當相當的大,因為當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之後 在初期他們還是無核之眾 那個時候就急需要有人去領導他們 需要去組織他們,把這些街頭的人群組織起來 形成強大的政黨,驅逐當地的這些地方官僚 建立新的地方臨時自治政府,民眾的自治政府 而當所有的各地的這些自治政府 這些政黨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全國性的 統一的陣線的時候,那麼就有了力量 就有了力量徹底的把中共這個權貴集團 徹底的驅逐,徹底的打倒 那個時候中國就走上了一條新生之路 這個機會比當代入黨的機會要大的很多 所以說希望各地的朋友現在要加緊做好準備 準備什麼呢?大家要知道政治事業 它不是一個個體互能幹的 一定是需要集體行動的,集體行動就需要有組織 現在我們不能夠形成,沒有條件形成大規模的組織 大規模組織要等到顏色革命爆發之後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 來聯絡、來團結那些自同道合的人 那些對中共不滿的人 把這些人通過這個社交圈的形式 把他們團結在一起,大家經常的討論問題 大家對未來的走向逐漸形成一致的觀點 那麼將來就可以一起行動,而一旦到了那個行動的時候 那麼我們每一個有組織基礎的人 就會成為領導社會走向未來的那種傑出的人物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浪費自己的才幹 不要耽誤這個時機,你們把握住了時機 中國就有了新生的希望 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